花莲建筍每年的3月底到4月初会进入产季高峰 不过光复乡泰巴朗部落农民向农会反映说 今年春雨下得少 导致现在产季高峰期了 产量却没有增加 反而比去年还要来得少 农民们非常无奈 3月底4月初开始 花莲建筍农产进入产季高峰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特别前往所开办的建筍市集 了解目前产销概况 现场农民纷纷大吐苦水表示 参季高峰的产量却不如预期 对 我每天采都是40公斤 今年就三天采一次 你看采20几公斤 不多 那个建筍这边 那边有一个很少 真的量很少 我们自己的建筍 没有长 你看我们的建筍是这样子的 翡翠 没有翡翠 没有翡翠 少几成 哦 少好多哦 不如农民纷纷反映 除了野生动物的破坏 今年春雨少得可怜 也使得现在产量没有增加 反倒比去年同期还要来得少 以往入园采摘都可以采到3到40公斤的建筍 今年连20公斤都不到十分苦恼 以前可以采多少 以前40公斤 80 80哦 现在多少 20 15 15啦 这15 才15 你看 以前是80的是吧 哎呀 不会长了呢 没有下 可能是没有下雨 哎呀 我平常都 都可以采个五六代 一次的话 就五六代到八代这样 现在就一代而已啊 一个卡机而已啊 哎 那一个卡机 差不多10公斤到12公斤啊 光复箱建筍在中面积超过200公顷 是花莲的主要产地 光丰地区农会在县政府支持下 推办五场次的行销活动 并且也在台九县马台湾跳舞场设置建筍市集 而面对农民反映雨水少 出估目前减产约五到六成左右 农会也高度关切 如果以目前来说如果没有雨的话 就很怕就是说没有这个今年的建筑损的整个量会下滑 到时候我们再跟我们地方的相关单位改良产 县政府农粮署再做报告 再做看怎么来帮助农友 光丰地区农会长年辅导部落农民全面友善栽种管理建筍农产 生产的建筍口感脆嫩香甜天然健康 如今面临极端气候的冲击 春雨短缺建筍产量也不如去年 农会期盼上期农政单位能重视协助农民降低农作灾损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